大家好 下面讲一讲SizeSpace的分析流程 SizeSpace有几种主要的分析办法 地图叠加 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 我们从地图叠加开始 比较简单一些直观 网络分析稍微抽象一些 文本分析也是挺直观的 但是主要的要点在网络分析 这个整个流程 主要的流程大概是这么几条 画的几条 这是SizeSpace开始 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到 选择这么几种 一种是这个地图跟地理位置进行分析 另一种呢就是文本分析 这是两个算比较侧面一些的 功能 最主要的主线是网络分析 网络分析大概就根据这几个主线 你看根据先做成一个项目 完了根据项目以后 选择数据 选择参数 选择到这几个地方以后 可以生成一个网络 生成网络了就可以转到其他的工具 比如像G5这种网络可视化的工具 进行可视化 也可能也可以接着往下走 根据SizeSpace本身进行分析 根据SizeSpace本身分析的好处 一会儿还会再具体讲 但是主要是跟那些理论 知识发现的理论相结合 下边呢有几种 有几种最常见的 而且是最核心 对SizeSpace最核心的方法 这个是网络分析的办法 和这个时间线显示 从这里可以做出 许多网络可视化 和时间线可视化方面的分析 右边这个是 右边这是双图叠加 上面讲了一些 这次在讲那个双图叠加 和这些其他分析之间 都有什么关系 这是整个这个路径 中间还有许多分支 碰到时候我们再详细讲 这是SizeSpace以前 做出的一些样品 各种各样的可视化 所以你看看 大概有什么类型呢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 可视化的图谱 SizeSpace作为一个工具 有些特点 同时呢 现在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 每个工具都有自己的特点 SizeSpace的特点呢 这列了一下 SizeSpace特点 有这个第一排 有加号的地方 从网络分析来讲 它可以做网络分析 其他几个软件 做网络分析 最强的我个人的观点 是这个Pyank 它有很多很多丰富的 网络分析的功能 可视化最强的呢 是G-Fi 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一个工具 从具体来讲 SizeSpace特点呢 就是一个转折点 它这个转折点啊 给突出出来了 自动具类 自动命名 具类的方法有很多 像VoS Viewer SizeNet Explorer 都有具类的功能 但是像具类以后 自动命名一个具类 叫什么名字 通过几个方式来命名 这是SizeSpace一个特点 SizeSpace的另一个特点 它是宏观理论 做背后的支持 宏观的理论 不光是做设计的理论 影响设计怎么设计 而且还直接影响到解读 解读的时候 如果能和背后的宏观理论 结合起来 解读会非常有效 而且是会指引你这个 解读中间的系统性 和互相之间可以比较 双图叠加 也是一个SizeSpace一个特色 像概念术 时间线 时间线上本身有很多细节 我们讲到时间线的时候 再具体一点 但是整个来讲 就功能来说 这些特点 是SizeSpace所具有的 常用的分析流程 基本是这样 准备数据 这个数据要代表你 所要研究的知识领域 整理数据 数据叠加 是地理数据叠加 这是最直观的 所以我们以这个先开始 学科关联数据叠加 这是宏观的 网络知识可视化 就从开始 从宏观向微观 向具体的 最后可以 再做一下概念术 概念术这是 是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的 解读 解读可以是最后一步 也可以是其中一步 解读完了以后 可以再继续准备数据 整理 在整个这个过程 可以循环多次 从收集数据角度来看 ScienceBase所支持 最直接的 最丰富的 是Web Science Web Science 它有一个叫 Core Collection 这里头有隐门数据 其他里头 像Web Knowledge 其他地方没有隐门数据 也是做不了隐门分析 像其他的隐门数据 像这个Scopers CSCI CICD 这里都带有隐门数据 所以说相关的 隐门网络 可以用这些数据 进行分析 下面这些 内容 下面这些数据啊 缺少隐门的部分 也就不能进行 那些隐门分析 网络分析 是ScienceBase的一个核心 一个 核心的 一组功能 都在网络分析 网络有各种各样的网络 有共备引网络 这是 最核心的 ScienceBase所支持 最核心的 也就是说 功能最强 更新最频繁的 是这一部分 文献共备引 作者共备引 期刊共备引 这些只是 层次上的不同 以文献为单位 作者文的单位 或者是以期刊为单位 可以产生不同的 共备引网络 共备引网络 一般是这样讲 如果有两个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C1 C2 同时被一个文献 引用 也就是说 这两个参考文献 被 共备引 这是一个局部的关系 所有这些共备引 最后形成一个共备引网络 引用的文件 有时候可以在里头 有时候 它在外头 如果它也被引 被同样的数据引用的话 它就在里头 如果 否则它就在外头 共线网络 稍微有些不同的是 共线不是这种 共备引关系 共线就是 如果一个文献里头 它有几个关键词 关键词一 关键词二 同时出现在一个文献里头 它就有共线关系 类似的 类似于关键词 这是共词 叫共词 关键词的共线 叫共词 如果作者的共线 也就是合作者 叫合作网络 类似的 机构 国家 地理位置 等等 都可以生成 这个共线网络 进行分析 文献偶合网络 文献偶合网络 分析的结构 又有些不一样 这个文献 每个文献可以看成一个集合 看成一个参考文献的集合 所以两个文献 就可以看成两个文献参考集合 它们共同的地方 共同的这些参考文献 就是它的偶合程度 就是这个相同的地方 和它的不同地方的比 就是它的偶合程度 用这个偶合程度来表明 它这两个集合之间 到底是 有多重合率有多高 就是从它们 文献的角度来说 应该有多高 这几个图是数据下载 数据下载 你看从WebScience里头 Core Collection 一定要选中了这个 如果你要隐门数据的话 你看Core Collection 其他的选择不带隐门数据 这里头各种各样的方法 你可以从这个Topic选择 可以从作者等等 这个年份 一般来说年份 就是你选的所有年 越多越好 简单的介绍一点这个结果 出现这个结构以后 你会看到 一共有多少条记录 满足你那个检索条件 现在里头 这个例子里头有48条 48条里头 会有这么多记录 下面呢 就需要下载这些记录 下载以后 拿到SizeSpace进行分析 下载之前呢 可以先看一下两个分部 一个是在这个 这个你刚才 检索的这个范围之内 他现在的出版情况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他现在的活力啊 有多少 比如说根据这情况 头几年没有什么发表的不太多 现在很多 最近几年 也比前两年少一些 这是他的出版的情况 这个他的背影的情况 可能这一般的有所不同 前几年背影的低 后来背影的高 这个观察这两个分部 对后边的分析很大影响 后边分析可以决定 我从哪开始截断这个啊 从作为数据来说 哪一个窗口比较合适等等 或者说我期望最高的背影是多少 最低的是多少算是低等等 像这边 这个其中几个数字告诉你 如果要扩展的话 如果从这个引文来扩展 你可以用这个 siting articles 现在也是48个 你可以扩展到451条 这样的就是所有引用这48个论文的 也可以认为是相关的 只是从引文索引角度来看 存的时候下载之前要存呢 存到这个是最后一个选择 存到other file formats 这个里头 可以从这选 记录从1到327 一般的是限制500一次 你可以重复这个过程 来下载 更多次的 这几个地方可以有进一步选择 你看第一条选择下来 最后一个 这时候 这里头才能带引文 引文的信息 如果要做引文分析的话 一定要下载这一条 这个格式是 这个格式 plain text 下载完数据以后 有几个步骤 有几个步骤 一个是转换 去虫 合并 清洗 重新输出 等等 这个常见的 这个常见的中文格式 中文引文的数据啊 是cssci 这个下载以后 可以进行转换 这是转换的界面 转换完了以后 直接用size space 就可以分析了 下面这个数据啊 就可以说 如果想下载一个数据以后 你经过多次的下载 有可能有重复 说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重 你也可能下载 比如说 下载几个主题之间的 主题之间的重复 你如果分着下载的话 它可能也有重复 所以这个去重 是这种情况下可以用 去重来讲 就是你需要 选择两个文件间 第一个是 你输入的时候 从哪儿 第二个输出在哪儿 这个输出呢 它会告诉你 每年一共 每年有多少数据在里头 下面一个功能啊 叫和这个size space 和后边的数据库 现在尤其是一个叫mySQL数据库 可以相连 这个联系到mySQL以后 你可以上传数据啊 有许多数据库里 可以处理的功能 这些都是数据库里 可以处理的功能 你可以使用这些 还可以输出 重新从数据库里输出 各式完了以后 再用size space分析 建立数据库以后啊 你是需要先 在你的计算机上 先设立这个 建立这个数据库 建立数据库这个系统以后 你需要告诉size space 你怎么login这个数据库 像这些给你个提示 localhost username是什么 password是什么 这是继续做一次size space 我制造了 就直接连到数据库 做地理位置呢 是比较直观的一种 可视化方式 地理位置是这个地球上 每个点是一个作者的一个位置 每个连线是它合作者的位置 连到一个它的合作者 从size space里头可以把这个文献 这个引用的文献的情况 转到一个叫KML的格式 KML是一种语言 这个语言呢 可以用google earth 来可视化 可视化也是 直接能看到地球上的点的分布啊 等等 这个是一个界面 这界面里是从哪年到哪年 在哪个数据的文件件里头 产生这个KML这种map 这个KML产生以后 你看每一个点 每一个就是作者的位置 有这么一个显示 这个显示上就是一二三 说在这个位置上 一共有四篇文章 关于这个你刚才查的主题 这个的好处就是 可以直接从这 一点那个地址 一点那个文章 显示全文 到时候全文就是这样 那个地方发表的文章 是关于什么的 看完了以后 可以从这再回去 回到那个地图 这地图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你在手机上 如果能可以显示 这个Google Earth的话 你可以在手机上看到这个图 比如说你 Travel到其他 哪个国家去了 你说我在伦敦 这个地方我想知道 谁在这个地方的专家 关于这个领域的专家 是谁在哪 这个Google Earth 还有一个简单的功能 就是这个叫Density Map 也叫Heat Map 刚才我们看过 几个类似的图 这个 这种Heat Map 比较容易 解答 容易 容易读 也容易看 也就是说 那个 非常简单的指标 就是它那个Density 就是它密度 如果全是红的的话 就说明 作者在那个地方 很多 很密集 你看这几个红的地方 都是作者密集的地方 黄的地方 就稍微少一点 其他的地方没有 那就很容易看到 全世界范围之内的分布 这个双图叠加 这是宏观的双图叠加 刚才说了 左边这个是文献发表的那些期刊 发表文献的期刊 右边是背影的期刊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引用的关系 这个发表在这儿的 引用了 这么一个期刊 这个 每一个 每条线 是不同的领域 比如说这个是 生物医学 这个地方 是另一个领域 网络可视化 在Space里 最主要的核心 刚才说过 是网络可视化 网络可视化 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最常见的 最典型的是这种 这种网络可视化 一个网络 被分成几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 就是每一个巨类 都有个标签 这些巨类的标签 就可以简化 我们对巨类 这个了解的过程 你看这一巨类 是关于Hindex 这个巨类是关于 WorldWeb 其他的巨类 都有名字 说这样呢 可以让我们一下知道 我们对哪个巨类 更感兴趣 颜色呢 也可以告诉我们 这是最新的 红的 最新的巨类 这个每一个节点 可以产生这么一个图 这么一个图就是 这是刚才说的 叫Citation Burst 这一个阶段 红的 粗的红线 这部分 是Citation 是巨增的时间 就是从这年到这年 巨增的时间 这可以让我们了解 一个巨增的情况 时间区 时间区是Time Zone 和时间线还不一样 时间线是Time Line 这是时间区 这是时间线 时间线咱们看过了 时间区呢 就是每一个区 是这个意思 每一个区 你看这颜色 稍微有点不同 这个区里发表的文件 这个区里发表的文件 它们之间的 共备引关系 结构变异 刚才也看到了一些 结构变异 就是桥梁 下起的桥梁 在没有 原来没有桥的地方 如果出现那么一个桥梁 它的潜力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结构编译 这边是阅读和下彩 这个这种圈的大小 这是带白色的圈的大小 是在过去半年 或者是从过去 从2013年到现在 这两个时间 这两个数据 由来这两个数据段 提供的信息 说是阅读或者下载的频率 这个阅读和下载频率 和引文的频率 不太一样 因为有了你阅读了 不一定变到 引文的时候还引 概念术 这个概念术 是文本分析的结果 文本分析 出来以后 就是每个文章里的 用到的名词短语 都会提取出来 这个修饰名词短语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 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特征 也就是说 一个名词短语啊 以这个为主 以左边这个为主 右边的是它的特征 特点 用这个例子来比较 容易讲 attack attack有各种各样的attack 其中我们看到这个 biological attack effective attack impact attack chemical biological biologic terrorist attack unannounced attack 就是各种各样的attack 所以从这儿你能看到 因为它这个边上这个树的 这个todern呢 结构很多 所以这个 在这个主题里 这个tag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概念的重要性啊 能根据这个有多少 它多少有紫节点来看出来 下面总结一下 这个分析的策略 和解读的策略 分析的方法啊 建议大家分析方法的时候 由浅入深 也就是说 从容易理解的 直观的 到抽象的 复杂的 这个顺序 比如说 地理地图 容易理解 我们都见过地理地图 什么样子 双图叠加 还是比较容易理解 聚类 时间线 越到后来越抽象 越到后来越复杂 总结的问题越多 所以开始简单 后来越来越复杂 从学科上 从那个学科上来讲呢 学科分类 最大的分类 是最容易懂的 也就是留浅 最浅的 关键词 更细一点 关键词 下边是背影的 具体的背影文献 因为每一个文献背影 它的作用 这需要专业知识才能了解 至少是需要专业知识 才能充分了解 从范围上来讲 从整体开始到局部 也就是从最大的 也就是从最大的 从整个宏观上开始 逐步的看看哪个地方最感兴趣 看看局部的结构是什么样 在逐渐下 拿如当到局部 聚类呢 按聚类的分析 是从聚类的大小开始 聚类的大小代表了一个聚类里头有多少 多少条背影文献 或者多少个作者 从大的开始 因为大剧类 对这个领域产生的影响最大 所以说先减重要的 根据刚才那个并步冲突 刚才说的先减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分析完了以后 先减最重要的 如果再加上时间 加上时间是由远到近 从过去到现在 分析完了 现在可以到分析将来 色彩呢 是由鲜艳的 鲜艳的意思是重要的 所有重要的信息 都赋予了鲜艳的色彩 到平淡 平淡了就是最好让你忽略 只是作为一个背景来存在 字体 由大到小 字体如果大的话 说明它重要性也高 标签 有几种 巨类有几种标签 现在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 2010年的 2010年的 Paper LSI 做出来的巨类的标签 和 LLR巨类的标签 这个顺序 这个顺序都可以 看一看 指标 有几种指标 Citation Burst指标 是时间上突发的变化的 这是重要的 结构上的指标 中心性 它连接了 是不是连接了 是一个桥梁的作用啊 还是一个其他什么作用 这个Sigma 是前两个指标的组合 也就是说前两个指标 同时重要的 同时很强的话 这个Sigma也很强 但是只有一个强 一个弱的话 Sigma不一定最强 所以Sigma是说明 前两个指标 结构上和时间上 都很强的 剩下两个是 下载和阅读的情况 也就是说 如果近期内 阅读和下载很多 那就说近期比较重要 下面讲几个实例 一个实例就是 跟着一个个人 这个个人 这个个人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个人 Lud Liddersdorf 他可能是现在发表文章 这个 发表这个效率最高的 一个礼拜发表好几篇 好 现在看看他这个 根据他的 既然他发表那么多 我们想研究一下 他发表的文章的情况 所以是根据他作为作者 检索 检索现在 在website里有291篇 291篇里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他的发表的文章的篇数 为逐年增加越来越多 合作者也有很多 背影的呢 也是相应的 增长越来越快 从这儿讲 引用这个集合的 一共有4297篇 他这个 引用290多的 有4000多篇 所以把这个数据下载 可以从那下载 扩展了以后 原来说4000多篇 引用他呢 扩展了以后 变成3000多篇 因为这个 这是用 Draxel学校的 定的 Weboscience 他有些地方 没有包括在里头 所以就 下载不了 那么多 第一个图 地理 先从 由浅入深 先从由简到南 先从最简单的看 他的合作者都在什么地方 合作者都在 欧洲 他本人在 阿姆斯特丹 所以这个地方 一点也不奇怪 他在欧洲 合作者最多 在这边 这边也有一些 有一些红的 合作者 这一个网络 能回答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的论文 都引用什么文章 也就是分析 他的论文 290多篇论文 他引用了什么文章 所以这个 聚了以后 自动标签 你看他都是 主要的引用了 写什么文章 这是早期的蓝色 这是中间的绿色 这是稍微近一些的 这是最近一些的 根据不同的这个标签 他们可以知道 他不同的时间 都是引用什么 比如开始 就是indicator 后来 也就是说 阅读最多的是 这个文献 第二多的是 另一个文献 是在同一个时候 下载最多 引用他的 下载的文献 这是另一个引用 比较下载的 也就是说 引用他这个集合的文献 有他自己的 也有别人的 像这别人的文献 这样呢 你就可以了解一下 他 他发表的文献 引起别人注意的是什么 近期内 引起别人注意的是什么 同样这是一个时间线 时间线呢 你可以用这个link workthrough 这就是一年一年 他可以每一年 他可以告诉你 这一年到现在为止 是什么样子 你再往下点一下 下一年什么样 一直到整个到文献 结束以后 就是整个的图 也告诉你 所有的情况下 这些有多少剧类 每个剧类都是什么内容 另一种可视化 就是叫文献激增可视化 也叫citation burst的历史 这些文献 每一个在这儿的文献 都可以有一个DOI 这个DOI这个link 你直接点一下 它可以到全文 去看看全文到底是什么 这个前面讲过一些 这个可视化 是比较简单的可视化 就是说这一段时间呢 这个论文一直到这儿 这是他论文 头一次发表的时候 论文最发表的时候在这儿 他以前的没有 从那发表了以后 他的citation呢 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直到后来 直到19 2002年发表 直到2006年 四年以后 citation开始 有突出的增长 这时候叫citation burst 到了2010年 这个突出citation burst又没有了 消失了 这个可以显示他这个论文发表的情况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citation burst一个是经常随着时间在飘移的这么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时间大家注重的关键不一样 也就是跟时间直接相关 好 下面小节一下 在这节里头啊 主要是 主要是讲了一下赛斯贝斯的几种分析的办法 由浅入深 由远到近 由减到一 由减到难 这种办法 这种办法分析起来呢 一是让自己有条理的分析 第二呢 让这些读者呀观众啊也容易理解 就是先熟悉的地方开始理解 熟悉的地方 完了再慢慢从变成抽象的比较复杂的 这个解读的时候 解读的时候刚才说到了 如果使用那些哲学上的宏观理论啊 哲学 社会科学 发展等等的宏观理论 四个阶段等等 会对我们的解读有一个 很好的这样一个框架 作为一个框架 比如说如果用哲学的 范式转移 我们就可以注重看一看 范式有没有范式 范式在哪儿 转移没有啊 转折点在什么地方 如果看着竞争 如果看着竞争说的 这个对竞争 对它的那个 学术的名誉的影响在什么地方等等 四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工具阶段 还是这个应用阶段 更重要的一条 最关键的一条 就是说科学 也是科学方法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数据和可视化 表现出来的信息 和你自己原来 从其他的渠道所知道的信息 这三种信息 这三种信息不要弄混了 这三种信息 哪一个是数据支持呢 哪一个是可视化里 让你得到那种印象 但是没有直接数据支持呢 哪些是数据里根本没有 可视化里也没有 但是这是你从第三局道 得到的这种印象 把这些来源区分清楚 最后给大家讲解的时候 或写论文的时候 解释清楚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几点要点 就是分析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谢谢